你老婆 真真扯着呢 那还能合家 那好吧 没错 我外头是有的 而且我还把人带到了家里 要不是因为你爸 一千万的遗产 我会留着你 这个废物到现在 你不是要过离婚 不是很厉害呢 起来啊 看到了吗 这样不行 现在行了 我怕半个瘾痴 他还怎么这样 那个老东西 临死之前给我们留了一千万 这结果才到着二百万 剩下的八百万 让我们结婚五年之后才能到这 本来就差一年之前就到手 没想到 让他发现了 真是老街的句话 前一到手 你得立马让他死 绝 那是当什么 还有他的这套房子 倒是想我的面子 那就得 看你表现吧 把我送的好 要是吧 又是 这一台房间 你不是追求自己 那就刺激他 你还要送我 啊 你好 吧 大你 你也不像我 哈哈 他 他写了 哎哎 吳律希 吳律希 嚇死我了 是弦哥 去別的房間 就讓他撒我們的心 你你又給我拉床了是不是 不是你是不是想氣死我啊你啊 你天哪你還不是撒了算了啊 出來醒不醒來 媽媽你別怕媽媽我給媽媽洗 媽媽別怕你一定很難受對不對 從頭把你洗 阿姨 給你幹活我每天都來 彤彤什麼呢 阿姨 你家裡奶奶和我媽媽一樣躺在床上 你能借我一包娘不是嗎 等彤彤長大了會還給你的 還說什麼借呢 阿姨啊 現在就給你拿去 阿姨 阿姨 這個呀 是隱私藥膏 你媽媽肯定需要 孩子啊 還需要阿姨幫什麼嗎 謝謝阿姨 不用麻煩 老彤彤自己可以照顧媽媽 哎 真是糟糕了 這一家子的良心 嫁起來還不如一個孩子 阿姨說抹了這個媽媽身上的傷就好了 媽媽穿上這個就不會弄髒床 奶奶就不會生氣了 你的錢買尿不是 兒子 老公 你家戳球 夠了 快來啊 這束燒糕可不便宜啊 你可廢物 你怎麼咱們花那些錢 周恩 我們現在就對不起你 我沒頭 我沒頭 媽媽腿都回來了 我不想媽媽疼 你還敢撒謊 你沒說我們家怎麼少兩百塊錢 媽媽從頭身子不是小頭 兩百塊錢用不多 我又不算了 兩百塊錢把錢 你要是改動老娘的錢 老娘別你照顧她 媽媽你快醒過來吧 童童真的不是小頭 媽媽媽 逗童 餓了吧 快吃 謝謝爺爺 慢點 不過爺爺再給你拿 才來是孝順 媽媽你也吃 你們兩個人你在幹什麼 老婆我什麼都沒幹你別誤會 啊 把這個老婆死了 他竟然想說出了信 啊 你真的都是誤會都是誤會 我還敢騙我親眼看了 我還敢騙我親眼看我自己的公公 你怎麼不去死我 你怎麼不去死我媽媽 你怎麼不去死我媽媽 我滾開 東東東 東東 ugh 媽媽 救我 東東 我 我 我 好 叔叔你喝茶 你們的婚事我不同意 爸我和世嫌真心相愛 我不要储家的錢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不認識這個爸爸 您怎麼了?要不要去醫院? 我要立醫主 你最好給我少吃頂少拉扯 彤彤不在 別指望我會好好刺 彤彤已經死了 等你爸的一場一道照 我就送你 到地下逃去 世嫌留意留 留意留 你 彤彤呢 叔叔你把彤彤放哪兒了? 在休息後面 小心 彤彤 彤彤你在哪兒 你好 請問有沒有看到一個像女孩 大概這麼高 頭髮正長的 你好請問有沒有看到一個像女孩 你好請問有沒有看到一個像女孩 大概這麼高 頭髮長長的臉圓圓圓呢 頭髮長長的你 在哪兒 頭髮長的你怎麼這麼廢物 你怎麼這麼廢物 你怎麼不早點醒過來 是女孩子了 頭髮長的廢物 頭髮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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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童 是妈妈的错 是妈妈对不起你 童童 孩子人膜和头部都受到个剧烈撞击 导致颅内出血 压迫了神经 这会影响到她的听力 妈妈 为什么这样看着童童 童童 你以后就要戴这个了 妈妈 这是什么呀 是小礼物 童童以后戴上这个 就能听见更美好的声音了 妈妈不哭 最美好的声音就是妈妈的声音 妈妈 我们不回那个家了好不好 童童只想和妈妈在一起 不行 童童 我们得回那个家 我们要让欺负你的人 血债凶真 咱们要统一口径了 这童童可是自己出去摔死的 跟咱们家没关系 阿姨 她醒了 我是不是就得走了 当初车货卷该撞魂点 想不到留那么多些 还能喝 天气热 请大家吃西瓜 你不喜欢吃啊 那我给童童吃 你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了 以前的事 当然 你记得了呀 医生说我车货受了很大的刺激 忘了很多事情 凶手找到了没有 杨士贤 你竟然出轨 你婚了 我爸的钱和房子 你一辈也没想拿到 老婆 听我解释 钱和房子还没到手 快 快拦住他 有什么逼我的 快车 快 老婆 你出车货那段路 没有监控 凶手还没找到 你 看到凶手了吗 没有 没有 不过老婆 你那么爱我 一定不是防护凶手的 对吗 对 对 对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等着老公 亲手把凶手送进鲜鱼 老公啊 他是谁啊 他是我 是西贤哥的表妹 你生病的时候 都是我帮你照顾你的 你害怕什么呀 难不成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 趁着我昏迷的时候 跟世贤混到了一起 你我说我没有 你瞎说什么呢 他就是我表妹 表妹表妹 你光什么呀 我连什么都没有做呢 你干什么 别害怕呀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别走你 好心 你能不能开心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说了 我要好好感谢你 啊 别救我 这是事前从法国给我买的睡衣 我一直舍不得穿 送你了 这 给我的 这很贵吧 也就十万 十万 是一身睡衣而已 你帮了我这么多 这只是个开始 以后感激你的地方还多着呢 老公 自从我醒来以后 咱们都还没有过过二人世界呢 要不咱们今天出去吃 好 我叫下爸妈 就咱们两个去 这 怎么 你不愿意单独跟我去啊 愿意 怎么会不愿意呢 好 老公 那你等我一下 我先去拿个包 好 别人亲就是好 穿什么像什么 这衣服穿在你身上 哪个男人看了不心动啊 姐姐是什么呢 嗯 这衣服你认识也配得不愿意 哪个女人 你先去吃 哦 对了 我今天有事要出去一趟 就不在家吃晚饭了 你就好好在这儿美吧 喂 爸 我在浴室摔倒了 你能不能来帮我一下呀 嗯 别人不认识了 别人不认识了 别人也就等着被她折磨死 就是好看 小妖精还说摔倒了 你时间长多了 宝宝 我们走吧 怎么了 老公 我又有东西忘拿了 你陪我去拿一下 别想用村里 你干什么 儿子 你怎么回来了 老公 老公 这下怎么跟妈交代啊 我 多想你故意的我 师傻 你听我说 我只是 行 我不想听介绍 赶紧走 师傻哥 师傻哥 你是哪样的 别滚 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今天不想出去吃了 我请你愿意的敬礼 好 你们何起过来害死我了 今天这是第一步 以后还有的事 你是说 这些都是楚若曦的寄宝 除了她还能有谁 她先送我睡衣 又让你爸来我房间 正好收集让你看见 不可能 她从来都不是有心机的 你还行不行 就算真的是 我们也没有证据 手机没录音 反正不管怎么样 楚若曦不能再留 多留她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你的意思是 解决她 这是一种慢性的 人持续吃一年 就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死 医生也查不出原因 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钱早就到手了 一年过去了 一天清晨 她独自骑马上了山 她来到那块巨石跟鲜 念着开荣众 老婆 谢谢你啊 我跟咱爸聊过了 都是李丽的错 幸亏你及时叫我回来 要不然可就酿成大错了 老公 夫妻之间不用说谢谢 一直对外才是应该做的 可是咱妈喜欢李丽 我们为人子女的 是不是应该都帮了吗 老公 你想多了 我可喜欢李丽了 谢贤哥 我们的孩子太动了 快来听听嘛 老婆 我还有点事情 我们先出去一趟 晚上不用等我了 谢贤 彤彤 闭眼 denote 我也是 云吾 彤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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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啊 小王 你敢伤害我儿子我给你看了 哎 妈妈怎么了 都不许子是吧 我今天让你也别哭哭 不想哎不想啊 老娘今天告诉你们那个破事全知道 被伤害我孩子 你儿子出轨在先 小段怀疑就是你的 老大宝贵 我以权让你儿子 你现在还想要跟我哭哭 你不信我儿子出轨 就是想弄害我家的财产 你行好歹毒了你 那个 狗 狗孩你上好了 我赶紧没完 快去 报告 你 老大宝贵 杨哥 之前我爸的那两百万 我想原路返回 您是我爸最信任的律师 我想麻烦您帮我保管一下 我爸之前不能报 所以现在开始 也不会再让他们欺负你了 这波列找的偏一点 罐主的眼睛就下了 下手也太重了 你们家属好好看护吧 我 是杏哥 对不起 我去故意带你电话的 我只是感觉到孩子太动 太激动了 现在跟你分享这不好消息的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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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能怪你呀 要怪啊 就快出现个建议 这老公都能下去 这就是 简直是个十线毒素 你心里的多温柔多心 没想到这么快 怎么这是心动 你 就怪他老爸 那个老子死的 死都死了 还能着管 儿子 那八百万就没你别的办法 你老妈可是一天都倒不了了呀 要到我结婚之后 只能替骞泽按手印才能到手 今年是最后一年 还不是非要跟我离婚 还要把房子和衣衬都带走 你不会开始找他 现在不会也单乱 这火之前的事情都想起来了吗 要是他知道 是你开车装的他 弄什么都全拿了呀 别想到不是的 他要是装的 你死他 葱董来 快点妈妈看看 哪里摔疼我没有 红疼不疼妈妈 我想要那个 还是不 你心里越来越踏实 不过洗水子洗过了 跟以前不一样 这可真麻烦 这这这 撞他就撞狠一点 他想干嘛 他我爹地起来 糟了 他把他收购的资料 路上的释放了 那里面 有着你在车县现场的照片 他会终于现在在家 不会看到吧 哎呀 你这手指上去去哪啊你 我又是看到了 我没吹带了呢 好妈妈帮你拿 我对我 彤彤你先拿去玩 等妈妈收拾好了 再来陪你好不好 是谁 有这个错误 这凌哥有过玩具球赛队 有人来过 我更戴什么都好看 你们今天记不说错了 童童看上了这个玩具熊 我就拿下来给他玩 童童 你告诉爸 除了这个玩具熊 你还还看了什么 跟爸爸说实话的 爸爸给你买一屋子玩具熊 一屋子玩具熊 看了爸爸 我还看到了一个玩具熊 童童不要胡说 童童 童童不要胡说 童童 都看到了什么 什么给我听 我不知道有什么文件带 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难道除了出轨 你还瞒着我别的事情 出轨的事情是个不 我没解释 童童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不不弄伤了 我随便刺 你写个不是酒量 做一些东西 多谢 你怎么变成了现在就这样子 说 你看到了什么 你不给我 你不给我 这小胖子 带我去看 你怎么 爸爸别打妈妈 我去给爸爸买 哎 童童不要 你看 你看你还不如女孩董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我 你不是想看 我让你看个够 可能够了好胜 我知道我工作辛苦 所以特地给你预约了提前 我是没想到 你竟然诬陷我翻你东西 你跟妈妈在书房看到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妈妈看爸爸工作辛苦了 该去看看医生 我没有撒谎 爸爸 你别打妈妈了好不好 还对我没有信任 我的婚姻到此为止 离婚了 我爸的遗产 一分也没想 兄弟我们走 你 快快快快 喂 儿子 你弄死他了没 这种东西在哪乱放 多么混蛋 董董今天的事情不可以跟任何人说 否则你和妈妈都会有危险的 知道了吧 走 你是谁救命 什么 什么 别怕 是杨姨看我 是杨哥回来的 杨哥是爸最信任的人 对他在里一定会有办法的 你现在都是后的时候 你老公还在露宿 冒昧 你老公还在露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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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下 不 不能能让梁事前发现我看过这些照片 冯翔 留我在 谢谢你 不而已 杨毅说这里可不危险 如果你们愿意 我可以带你们一起 我今天才知道 我爸的车祸是他害的 他伤害我最轻微 我不能忍 我要找到他的犯罪证据 让他付出代价 好 那你们保护好自己 我去把书房的东西清理一下 若熙 快上车 还好有惊无险 若熙 你现在知道了梁世贤的真面目 他如果会发现你没有失忆 才知道了楚叔叔的车祸真相 他会杀你 杨哥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爸的车祸不简单了 我也只是猜测 你只没有实证 我刚才看了你发给我的照片 没想到梁世贤也在车祸现场 那这些照片能治他的罪吗 不能 当时安华现场没有监控 他完全可以说是恰巧路过 事情过去的时间太久了 想要铁人给他 那我更要留在他身边了 他的书房不让别人进 里面一定还有证据 不行 你不能再冒险了 他们人多是重 你这样太危险了 人多 那我更要让他变成公家管 家人各个 访问他们的关系 很简单 那你一定要小心 有任何情况 密码多打电话 哦 对了杨哥 今天救我的人是谁 今天救我的人是谁啊 是没人出来的呀 爸 以后有机会再教练他们 重新认识 哦 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 他身手不错 应变突发事件比我强 就找他帮了个忙 杨哥 我没有开清他的长相 麻烦你帮我好好谢谢他 这个放心 小意思 现在我们去哪 去医院 彤彤该治疗耳朵了 好 坐稳吧 彤彤坐好 孩子 今天还准备出院治疗 你们谁背后 给签个字 杨哥 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你能不能帮我照顾彤彤几天 接下来我要一步一步 搞垮梁家 想找个可靠的人 帮我照顾彤彤 孩子交给我 你放心 你也要注意安全 彤彤 你先让杨叔叔 陪你几天 等过几天病好了 妈妈再来接你 好吧 嗯 哎 哎我来钱 哎呀 快戳呀 哎呀 我家那老妖婆把我的钱都给没收了 我要是有钱的话 一定打伤你到脱光的 哈哈哈 爸 而而媳妇 儿媳妇你怎么在这 啊 我就随便看看 你可别跟你妈说呀 爸你好像很怕妈呀 谁不怕她呀 她就一个木老虎 爸 妈都是为了这个家 其实她很温柔的 她还温柔 她温柔的话 就不会把她亲孙女 爸 你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我可什么都没说 对了 刚才听见爸说 钱都被妈拿走了 哎 要不要我给你拿点 你可别胡说乱想 我只饿了 都都呼呼叫 我就是想给你借点饭去 爸 都是你家人收什么借呀 有需要再找我拿 哎 这乱兴倒是 哦 对了爸 这事千万别跟妈说 我懂 我可就不能给你了 我懂 我迫不及待的想看到 我虽然看到自己老公偷吃的样子 老婆 那件事情真的是个误会 别人信 我们不好行不行 那你说 你真的跟别人出轨了 还让小三怀了你的孩子 那个小三到底是谁啊 原来他在意的只是我里面出面 后来他真的不记忆东西 他还像以前一样 老婆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我是被冤枉的 我和他老东的电话号码就差一位数 他本来像打给他老东的 结果 老公里在车里 是 自行 谁说不是 老婆 我之所以能有今天 我全是因为你太重了 我怎么可能做对不起的人事下 要是你做了 不如你跟我说 火梁事前发誓 要是做了对不起楚洛西的事 就进春初步 下半辈子 受判轻 一无所谓 全家不得好死 全家不得好死 怎么 再说啊 果然全天下没有不偷心的猫 我们离婚了 放 我梁事前发誓 如果梁事前做了任何对不起楚洛西的事情 我就 并身出火 下半辈子 重判亲离 一无所有 全家不得好死 老公既然都这么说了 我当然相信你了 咱们吃饭吧 都饿了 好 吃饭吧 哎 等一下 我还有惊喜准备给你 等我下 有 据我多年见到今天 那对夫妻 一定有问题 是他 发个事就经历 这也太容易了吧 发誓对有些人还是 是我的保险 呦 经验还不少吗 看来没少经历啊 经历都有什么不好的 至少关销那个女人好 我 刚才那个人怎么那么眼熟 刚才那个人怎么那么眼熟 吃到了 你们跟紧点 我马上就到 老婆 为了庆祝你重获新生 我点在这里最对的 那就谢谢老公了 不过我还有点事情 今天你就自己先吃吧 别服务下了 我把你喝完再走 老婆 你要去哪儿啊 真以为我爱看你 张爹 喂 莉莉 马上来维多克洗餐厅 某个惊喜感 庆祝我们的孩子 即将出生 你洗什么 这里车多 要不是我车 你小命都不保 谢谢你们 今天来不及了 等下次有机会再好好感谢你们 举手之劳而已 对了 你这么着急是去的 捉奸 我家黄兔儿乖乖 把分儿开开 宝贝 他们看你 喂 110吗 我看到清云酒店 2108房间 有人蔓迎嫖娼 嗯 举报纸说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若曦不好了 你父亲之前打给你的200万 全部被转移到一个陌生的海外账户 无法远路返回 怎么会 是谁干的 是梁世贤 他趁你昏迷 想把这笔钱变成他的个人财产 梁世贤 我好会回当时没有听办法 若曦 一定要振作起来 只要你和童童还活着 一切都还来得及 梁世贤 最好记住今天发的都是 会应验的那一点 谁家的孩子 竟然老板杨淡是亲子 还记得那天你救了人吗 他就是你之前出国 资助过你的 储叔中的女 女人不输 差点被傅家害死 现在正式向傅家开战 孩子托我帮忙看着 傅叔叔 爸爸你看他为了赠出国留学的钱 腿都磕破了 你就帮帮他吧 你个小丫头倒是大方 难得我女儿喜欢 你出国留学的钱都出了 希望你能学业有成 回来为我们的国家所贡献 不会的 傅俊佛 有学的要赶紧擦药 要是感染了就不好了 傅若曦 是她 回去好好过日子 你怎么扯 冲灵 王爷 老娘嫁到你们家这么多年 做牛做把伺候你们全家吃喝 老了老了 你怎么说这种事情 你对得起我吗 你 啊 天大好轮回 你做农女儿子 如今你也尝到了背叛的资历 够了 要不是你拐开拐力 你没留完钱都不给 还不让我喝酒 我不是因为郁门才出去消遣的 你真的笑得笑了 够了 还想不住做的 妈 别再打爸了 爸是个男人 你这样让他多没面子呀 儿子又说得对 我是个男人 你把我女儿推到床下害她失蹤 这罪言 我一定会让你惩罚 来了 小伙伴 开门 你们谁是梁不得 他就是 两位有什么事吗 我是这个小区安全监督委员会的会长 上面调查一些情况 这上面说的好色魔鬼是不是你 刚嫖娼被抓 又把自己的老婆打成瘫痪 一见到女人就开始起色心 别忘了你搬到这小区去 要不你全家人搬到这个小区 我告诉你啊 我们小区里有很多单身未婚的女性 还有很多女孩子 结果允许这个危险存在 房子是我儿子的 想住多久 救住多久 你算是哪个儿充 还想赶我出小区 你先凭我们这个小区的安全负责 我告诉你 现在全小区都知道你家的破事 你要带着不走 我就把事情得到你的工作单位去 让老板和合伙人都知道 你们家有个无二不作的好色之徒 别 别 爸 你现在我妈 我相信事情挺虚了的 你 你说什么 我把你们从乡下接到城里来 好吃好喝的伺候 是让你们给我做饭好好带孩子的 谁让你们搞出这么大的事情 现在全小区都知道了 都让你们给丢进了 你让小三怀孕了 还把小三带到家里来 你说的哪人比我想了 你有什么自个批评你老的我 你去做 爸 是谁说让小三怀孕啊 我个好儿媳妇 你听错了 我是说你妈呢 你妈要像你这么懂事 懂得多贴 你这男人哪至于闹出这么大的事 是 都怪你妈 你这个臭层 啊 医生可是跟我说了 你现在可是颅内出血 下半身瘫痪 我劝你对老子客气点 不得我还没工夫伺候你端水端尿了 都要躲才当当时 这才能当 真正的信心 上脚 上 三二 上 上 小小饭 下马儿 这就是我辛辛苦苦要当的好位子 除了是 想着把我们赶出家门去 那你什么呀 快点啊 这个事要关于老公 被你全家抹黑 你儿子虽然不孝 但是 阿姨 你放心了 你以后愿意把你交回来当 哎 这家的女主人不是你吗 那 他是谁呀 我跟你说 这个女主人生病的时候 就他天天往这儿跑 你这穿着暴露的 哎呀我都不敢看哪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怪 当天的嫖娼 但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说谁是个梦呢 然后是什么呀啊 怎么你啊 我们讲去搞中下 你这个打得八块的女人 我告诉你啊 再说就把我都不光你 你还想不过丢人吗 别急 别急 更丢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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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厚了 你再厚了 童童 一定要带好他 有危险了 就对他说话了 我就会第一时间来到你身边的 谢谢叔叔 好了童童 叔叔该走了 下次再来陪童童 好吗 叔叔再见 拜拜 嗯 嗯 嗯 彤彤看到这个蛋糕 一定会很开心的 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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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上了年纪 妈妈 今天治疗的怎么样 蛋糕 医生说童农现在已经能够感知到外界的声音了 再过一阵子就可以摘掉住心器了 太好了 这次多亏了有杨哥 别别谢我 要谢先谢老顾 老顾 是老顾联系的国外的最知名的专家 而且用了全球最先进的药 不然童农也不会那么快好 不停笑 小时候一个大院长大你忘了吗 他刚刚求你没碰到吗 那没关系 以后有机会认识 他很喜欢童童 每天都要过来陪他 那麻烦杨哥帮我约个时间 这次他帮了童童那么大的忙 我想好好感谢感谢他 这个没问题 外主席 我还是很担心你 你要不要先离开两家 你爸车祸的事我在想办法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梁士贤 杀害我爸的犯罪证据 确定一定在书房 梁士贤的书房有个上锁的抽屉 我想那个东西一定在那里 只不过上次进书房 差点被他发现 梁士贤起了疑心 就给书房上了锁 看来我要重新再找机会了 那你一定要小心 梁士贤从一开始接触你 就是有目的的 一定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你放心杨哥 我会小心的 那你有办法对付他吗 有 不过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我想拿回我自己的房子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房地产中介 对啊 这个空气 放在我身上 彭彭 医生说你今天可以休息完了 彭彭帮帮你去买新衣服好不好 耶 那好呀 原来 你也在这地方 嗯 今天是和故事集团建立合作的重要玩意 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 士贤哥快来 楚洛西出轨吧 好 这个 是那老东西的律师 难道 楚洛西发现了什么 不是 你这是 哎 你没听刚才说 梁总的脑子都出轨了 谁还有心情谈合作哎 故事集团总才到 这个就是华尔街神画过廷香 好帅呀 可别犯了 故事集团人可不是咱们这 是你们梁总约我们故事来谈合作 人呐 对不起 故总 我们梁总临时有个十万火急的事情 什么十万火急的事 比如说我们故事很早还要谈谈 现在梁总这么不定业 我们故事很难谈 不不 我们梁总很敬业 实际上是 刚才突然听说自己的老婆就会 一时愿意封锁 还成功能电量 梁总很爱他老婆 所以才会 你见你们梁总没诚意 我看他怎么了 除若曦的老公是梁士贤 就是你现在要合作的梁士贤 梁士没有若曦就没有今天 你确定要和这个忘恩负义 杀其害女的败类合作 对不起 您购打的用户暂时无法 给我查查杨毅在哪 是 喂 你快点 说什么也男人带回家了 什么情况 他们就在浮沉 只要拍到照片 就逼他把讯息八百万提前去 他不想硬装满天飞 所以欣赏 跟我能是闲的那样子 不想胡了 你在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都把男人带到家里了 还问我想干什么 老公 你听我解释 都被我捉奸了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 若曦姐 你就承认自己出轨吧 兴许是贤哥看在你坦白的份上 就原样了你呢 谁说我出轨了 你都带男人回家了 还说自己没出轨 你当我们演瞎了 难道你也觉得我出轨了 那你为什么把这个男人带到家里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见识 我就相信你了 他聊真有什么 就都没有 我和若曦清清白白 还请你不要误会 没你说话的分 出手 你是 林总 我就出去接个电话 怎么就闹成这样了 你谁啊 这竟然都带野男人回家了 我劝你少管闲事 林总你好 没想到在这见到你 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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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梁氏集团总裁 一直想跟贵公司合作 约了你好几次 一直没见到你 你敢跟我男人动手 以后再也不能见 什么 你哪认 今天是我跟若曦 约好 他知道你一直都想跟临时合作 都没有机会 他心疼你 希望我男朋友掌握我 希望能够千桥搭谢 在事业上助你一臂之力 是 因为童童要午睡 所以就选择了家里 但没想到 你竟然不分 就能造白的误会计 真是浪费了 若曦对你的赔偿 老爸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本来是想等事情谈妥了 给你一个惊喜的 没想到 你告诉我 今天的事情是谁告诉你的 我本来是看在你事前表妹的份上 未婚仙女男人跑了 还不计前嫌的收留你 可是没想到 你竟然监视我 还无限我出轨啊 我没有 从今天起 从我家滚出去 事情和 我是喜欢若曦和彤彤的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项目给若曦 至于若曦给谁 或者四个谁也不给 我都没意见 是贤哥 我肚子里的孩子可是 闭嘴 丽哥 从这家滚出去 干回头的合同 我让你跟你肚子里的孩子都进不动 你肚子里的孩子都进不动 我走 怀孕了 还穿那么高的高温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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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死 根本就没有事业了 我倒要看看 梁世贤知道 会不会让你活命 嗯 刚听里面说 他跟男人乱搞 怀孕了 男人跑了 他无限这家女主任出回 带男主任回来捉捷 他也干什么好东西 你看啊 他就是想去他对他 因为他肚子的孩子 照顾他嫌疑 他不是小三吗 毒不又脸的 你们胡说八道什么 我什么 我 我都过了 哎呀 你放回小三 你都无人 小三把头脑都无人透了 快跑了 啊 把主书系的财产有我 两世纪 你也别想独吞 信不放吗 林老师教的好呀 真是虚心一场 我这条腿都快跑断了 都怪你哥 报信也不知道早报几分钟 好信没好报啊 背后说人坏话 你小心遭报一点 行行行 上车 身上车 你玩的 是不错吗 一点不错吗 你老实教的好呀 小若曦 有了这个 你死不定 通通 妈妈一定会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 让你健康快乐的转 最近怎么总是头晕 怎么掉了这么多头发 难道是车祸有了什么后遗障 得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不能倒下 不然我的头能怎么办 老婆今天受了罪 我是被李律骗了 老婆你别生气了 老婆那个协议你没死吧 林总竟然把它给我 怎么处置 是我自己的协议 老婆那个项目跟了很久 如果能签下它 公司就能更上一层楼 你跟童童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千万别死了 世贤哥我拍到了特别重要的东西 你快看 世贤哥我拍到了特别重要的东西 你快看 你们兄妹还真是情深啊 刚分开就难舍 要不你把他接回来 我和童童回开这个家 老婆不是我联系他 是他非要缠着我 我现在就把他所有联系分数都删了 我再也不联系好 那个协议能给我吗 要不是看在赚钱是给我和童童花的背上 真不行 给 谢谢老婆 我就知道 你是我最好的写那种 好 不能让梁世贤得到合作 他心术不正 会连累到对方的 你放心 那份合同加了特殊条款 他只要老老实实 大家相安无事 他要是敢动歪心思 保重让他把牢底剁出来 老婆 我去给你做饭去 他跟我摔练 等我拿到那笔钱 你就去死吧 喂 杨哥 李莉她今天穿了很高的高跟鞋 我怀疑她根本没有怀孕 你帮我查一下 没问题 老婆 来 快吃饭了 老婆 这次的合作能谈成 多亏了你 等忙过来这段时间 我带着你和童童 咱们去泰国玩一趟 正好我们家三口 也好久没有出去放松放松了 泰国 你可真会挑递吗 好呀 我和童童等着 那我去把童童叫下来 不用 让他先睡一会儿 我待会儿还要带他回医院呢 童童的病 还没好吗 医生说 他头部受到了撞击 导致失聪 老公 我昏迷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童童为什么会受伤啊 都是我妈带的 我不知道 我工作太忙了 是我一时疏忽 你放心 童童的病不管花多少钱 我们都给他治好 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接个电话 世贤哥 除游戏根本就没失忆 我有视频证据 宁静和杨毅都是他的帮手 自从他醒过来 家里的意外一件几件 二两张人张 他们会感觉乡下 历历会赶出去 真的只是巧合 怎么了 老婆 你是不是 有什么事情了 老公 到底怎么了 我的事情你都知道的呀 我有什么可以瞒着你的 可是李莉跟我说 你根本就没失忆 老婆 如果你要知道你骗我的话 真的会很生气 你相信李莉也不相信我 你敢去打我 我为了跟你拿到合作 我还低声下气的去求杨哥把林总介绍给我 知道你工作压力大公司缺钱 我还求杨哥把我爸剩余的那八百万提前打给我 那八百万能提前给我吗 杨哥答应了 只要手续办好了 就等着我去签字 是没想到 你竟然怀疑我和杨哥出轨 竟然怀疑我没有失忆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八百万什么时候能够到账 我没有失忆有什么不好 难道我失去的那部分记忆里 有我不能知道的秘密 有我不能知道的秘密 老婆 我 做不好 是我不对 是我混蛋 我不要怀疑你 老婆 你只惦记爸爸的遗产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你到底爱不爱我呀 老婆 你是知道的 我心里只有你 我只爱你 我就是自己工作压力太大了 你 你别管一般见识 我想要爸的遗产 那还不是因为 我想用爸的钱 多赚些钱 能够给你别人童童 带来更好的生活吗 原来你是为了我和童童啊 对不起啊老公 是我误会你了 最近总是有那种 杀气骗钱的新闻 我还怀疑你是那样的人 怎么会呢 老婆 少看那种新闻 我怎么会是那种人的 不是狡猾 八百万马上就到手 我就暂且在忍耐你一阵子 对了老公 童童今年也该上小学了 我看中了学校旁边的一套别墅 要不我们把这里的房子卖了 重新买一套怎么样 卖 卖房 对啊 等那笔八百万到账 再加上卖掉这里房子凑起来的钱啊 就能在贵族学校旁边的富人区买一套连白别墅了 富人区 爸爸生前有很多有钱的朋友都住在那 到时候搬过去啊 我还可以把他介绍给你认识 拓展一下你的人脉和生意 说不定啊 哪天遇到一个义官富豪 就能让咱们的公司背往谈达呢 还是老婆想的说到 好 都给你了 还是老婆想的说到 好 都给你了 小夏 看你了 人已经安排好了 就得弱 谁来办法就能想的 牛啊 这是你哥的主意 万一梁士贤丧心病狂 真的对他们母女不利 我们也早及时发现 及早发现 刚才李立说 他有证据证明我们是若西的帮手 不愧是 我们在小区的对话 被他给拍到了吧 我们在小区的对话 被他给拍到了吧 给我找到梁士贤的情妇伶俐 把他手里的视频处理掉 要不 若西 不会被发现了吧 不好说 哦 对了 若西说 李立他妈是小三上位 他还有一个同步一母的姐姐 是他的克星 若西想把这个人找出来 帮他对付你 嗯 十分钟后去见我 谢谢 哎 嗯 嗯 嗯 谢谢你啊 嗯 嗯 对不起啊 手吓到你了 你先坐下 我来替你 没事我可以 流血了要及时处理 不然会感染 这是 曾经一个小女孩告诉我 流血了要赶紧查一样 要是感染了就不好了 你是顾亭肖 好了 这样就不会感染了 没想到你就是顾亭肖 那上次书房救我的 也是你吧 你救了我 还救了彤彤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不用感谢我 当年要不是你求楚叔 借钱给我出国留学 我也不会有惊天 其实我回国以后 也一直在找你 只是当时你们住的地方 你已经先搬走 要不是杨毅 还真找到 我爸他 我都知道 没事 以后有我 对了你身体怎么了 为什么会来音乐出去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总是头晕 还大把的掉头发 没意思 检查结果要十分钟之后才能取的 你呢 你哪里不舒服啊 没事 我答应彤彤要送他一个音乐盒的 这次 是来对钱承认吗 你对彤彤也太好了 如果彤彤是我的女人 我也会对他这么好 楚而希 夜雪报告出来了 我去哪 无意啊 怎么会这样啊 没事就行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可是之前不会这样的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可以把你的雪液样本给我拿 我让更权威的机构 去给你检查 好 没事就行 对了 等会一会成 放心 要不要继续 看 十三哥 你这么来了 你看连车的视频 楚而希真的没有失业 够了 这次 你故意用到我 我楚而希会讨 看到彤彤的照片 对 就让黄一堂被抽 结果呢 老字都能使他笑我 你就是想让我跟楚河吃一瓶 然后你谎明证明事 不然 再也不错 再也拿到他把全部衣裳 你最好乖乖的当好 你做什么 要是不然的话 我让你跟他 伴要永远消耗 你是不是忘了 也许 他怎么就知道 趁准备张于报仇吗 这 请准备 梁总 你怎么在这 梁总 你怎么在这 这里有一个文件让您签字 让我好着 你怎么 怎么是你 你怎么在这 姐姐 你跟梁总你们两个 他为什么会认识你 他是我行赵的秘书 你们认识 梁总 他是我同夫一母的妹妹 他妈是小三上位 笨嘴的 他师弟也没跟我说 赶紧回你老家去 我是梁总亲自招进公司的 现在梁总正需要我 怎么会让我走呢 梁总 这是不是 那张骨头的贱东西 要找的人去街上找 他可是你妹夫 妹夫 可我怎么听说 梁总的老婆姓楚不姓李啊 嗯 这拿我你说话了 给我滚 是贤哥 我录了林记和杨毅说的话 你看看这个视频一定会相信我的 原来你们还有联系啊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你可千万别误会 是他非要纠缠我的 怎么干都敢走 别演戏 睡醒哥很快就不知道 你有多 我怎么 老婆 你真还点这件孩子 当然没有 要是不用孩子骗他 梁世贤还会丑合 怎么可能 老婆 孩子不是你聪明 别加码钱 你刚才梁世贤了 你钱都 帮你回来生了孩子 他替我们养儿子 是想干 不是这样的 一定一定是有人算计我 你相信我 是你 是你在我手机上动我手的 是你对不对 我就是个技术白痴 连电脑都玩不明白的 老朋友 明是知道的 骗我 骗我 你是在撑死 你是不是忘了 当初是你把我关子又骗我上床 是你说只要楚作息一死 你给我闭嘴 明明是你趁我喝醉了爬上了我的床 再一个 我让你立马消失 反正也不是没杀过人 不信你就试试 老婆 你可千万别见他 他 他刚才污蔑你 说你根本没有实意 看我不相信他 当着你的面污蔑我 我 他就是想挑拨我们夫妻的关系 你可千万别见他 是这样吗 当然是 有你这么好的老婆 我们看上这场女人 是啊 太太 梁总总说 娶到您这样的老婆 是他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我们都特别羡慕你们的感情 你可千万别因为一个下三烂的人 就怀疑梁总对您的真心呀 好饭也怕晚嘛 夫人区只有一套连排的房子在售卖 业主又着急出国 所以只要一千万 平时像那样子的房子啊 至少要一千五百万呢 我们得抓紧时间筹钱 不然就来不及了 可是老婆 周末是不是太快了 我们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既然老公不愿意 那就算了 爸爸的朋友们都是各行业的商业大佬 本来还想着在工作上帮到你的 现在看来 咱们家也只能开个小公司 没有走上上层阶层的命了 老婆 我也没说我不答应啊 行 那你就周末 好老公 那你就等着飞黄腾达吧 那还不是因为 我有个好老婆 那我现在回家陪彤彤了 李秘书 你帮我送下我老婆 梁总真心疼太太 你放心 我一定把太太安全送上车 做得不错 你秘书说得对 对不起啊老公 我不该误会你 没关系老婆 以后我们都相信必赛 千万别让这种敬爱的奸绩得选 好 怎么会这样 小三都不会有好下场 你妈是 你也是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到底是谁把你送梁士贤身边呢 这个 你就没资格知道 哦对了 你可千万别跟梁士贤打报告 因为现在有我在 他一个字都不会醒 梁总有一个重要的客户来访 在会议室等着你呢 好 爸爸不好意思啊 没办法陪你了 没关系 我来是想告诉你 有人看中了我们的房子 便宜花五百万来价 等着周末转战过户呢 什么 周末 这么快 褚小姐 别忘了你的承诺了 只要你盯紧梁士贤 提供有用的情报 我一定会让李莉和她的妈妈的下场 比你越想太不散了 还有李波 我那个亲爸 明明是他们出轨在先 却活活逼死了我妈 他们就算死一万遍 也不够 死太简单了 让他们生不如死 才是最好的 这是 李莉她妈妈以前私生活很混乱 李莉并不是你爸爸的亲生 你说什么 这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小礼物 也算是我想和你合作的诚意 李小姐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今天你又一次帮我 谢谢你 不用放在心上 罪恶的人 就该把他送去该去的地方 他该去的地方 是第一 他叫王琪 是我的助理 今天就由他家搬买 那就麻烦王先生了 杨志典为人谨慎 你千万不要露出什么马脚 索妖姐当心 怎么知道这 最新款的炮车 好也得一千多万 我这样的 开起来骗你别说 转什么转 穷司机 等老子进入了富人圈 这种货车 不得买个车辆巴辆的 王主理 他进去了 顾总 初小姐 粮食先到了 老婆 你怎么才来啊 人家王先生等你很久了 不好意思啊 王先生 最近公司业友太忙了 有点耽误了 这位就是我的先生 房上镇上写的就是他的本子 你好 梁先生不必客气 我跟丑小姐聊得很愉快 对您的房子也很满意 这是购房活动 两位看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只要房子一过户 房款当天就能到账 账 房产正算是我的名字 为什么房款不是打到我呢 那是因为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啊 是从我的银行卡上扣的全款 再加上所有的手续呢 也都是我的钱 如果把钱打到你的账户上啊 王先生过户呢 就会很麻烦 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 我怕 富人去那套房子等不了那么久 楚小姐说的对 明天我一早的飞机出国 如果因为一个过户手续 耽搁一周的话 会影响我在国外的生意 那这套房子我就不考虑了 老公 我们即使不把房子卖给王先生 卖给别人也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 富人区那套别墅 怕是等不了那么久 富人区 你们要在富人区卖房 对啊 王先生了解内情 当然 我一个表哥是在金融界的大人 他就在那里卖了房 据说那里的房子很抢手 只要有出售的消息 三日之内必定成交 老公 再耽搁下去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我倒是不要紧 我是担心我在工作上帮不到你 你要是担心转账的事情啊 我可以先把我爸给我的那两百万拿出来 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些年攒的钱 再找朋友借一借 应该能洗 不行 怎么了老公 那笔钱总就转到海外去了 还不能被他发现 老婆 你不是跟我说 彤彤的教育基金不能动吗 可是你不是担心把这个钱转到我的账户上吗 我是担心 夫人去那套房子是指望不上 你是我老婆 我能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签 那后面的事情就麻烦我接上了 我最近接了个大项目 他们想我忙没有时间 我先走了 理解 梁先生请便 尽快办落货 要手续齐全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对了 梁世贤有个保险柜 麻烦您帮我保管一下 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好 你之后怎么打算 我 陆夕 陆夕 医生 医生 快救救他 他怎么了 顾明远因突然晕倒 最近还频繁出现了头晕打发飙头发的惊慌 我上次给你的血液报告检查出结果了吗 确定有问题 但成文复杂 还在分析中 现在人已经昏迷了 我不管你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赶紧给我分析出来 谢谢 刚才你还有点用分析 给你要两钱吧 让你再多活个一年慢慢 等我掌握了老头子的人脉 到时候 再让你上西天 什么 梁总 是我 您的咖啡泡 刚才 你都听到了什么 梁总 这是什么 我问你 刚才都听到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梁总 你可以检查一下 里面放的都是歌 如果 不是个片子的 是什么都听不到的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进我的办公室 是什么都听不到的 是什么都听到的 你觉得怎么样 我这是怎么了 你刚刚忽然问你 医生说 你说吧 我能挺得住 医生说 你听你的气温不止水 但找不住人 表示一直找不到原因 就会持续闻 直到七个老婆儿死 怎么会这样 你仔细想想 你最近有吃什么 可疑的东西吗 最近吃的跟以前一样 也没有什么不最近的 难道是梁世贤 我今天 听到梁世贤说 让你再多活一年半载 等掌握了你爸的人脉 再送你上西天 难道真的是梁世贤 你还发现了什么 他说这话的时候 手里拿着一个白色药瓶 见我进去了 就赶紧藏了起来 那那个白色药瓶现在在哪里 被他放进公文包里了 随身携带的公文包还带锁 里面很可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对了 你爸现在已经知道 李丽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李丽他妈妈也被你爸爸打断了腿 赶出了家里 而且李丽当小三的事情 也在你的家乡传开了 他们现在知道是你做的 我怕他们找你麻烦 你要小心一点 我不怕他来 就怕他不来 李美说 袁世贤有了白色药瓶 白色药瓶 白色药瓶 我知道是梁世贤 之前在西餐厅的时候 我看到他拿着一个白色药瓶 往你的酒里下东西 当时还不以为然 没想到居然是梁世贤 梁世贤他杀了我爸 现在还要对我改进杀 他简直是畜生 我就是死 你要拉他们下地狱 妈妈不要离开我 妈妈也想陪着你 可是 没有可是 有我在 你一定会 对 我们都在 梁世贤一定会下地狱 但你绝不死 多亏得有你 梁世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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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境外以梦翠华的名义 放进了一家公司 你的两百万 还有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一起转移出了境外 这些已经构成了洗钱罪 只要罪名成立 钱不但要还回来 还得更行至少五年一生 才五年 出来以后还能继续为非做的 这也太便宜的孙子了吧 确实不够 他杀人的罪证 我已经在找人调查了 只要时机一到 我就会让他落网 不过梁世贤肯定会知道房子的事 你和童童不能再回去住 你爸的房子还留着 我和童童先去哪里 不行 梁世贤肯定会知道那个地 要是再找过去 你和童童都会有 你和童童去我那住 我那房子的 够住 哥 你决定呢 好 梁世贤平息了再说 那麻烦给你消息 不麻烦不麻烦 童童 以后就可以给阿姨注意起来 开不开心 开心 合同都签了 林京为什么不打发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用于什么用 废 看来还是得让楚如西出面了 门怎么打不开 门锁坏了 喂 物业吗 我是一栋三单元502的业主 我们家门锁坏了 帮我开一下 你怎么才来啊 赶紧帮我把门打开 梁先生 很抱歉 您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 现在的业主不是您 您无权开锁 什么 难道楚如西已经买好了 夫人区的房子 只是没有通知我 那我总得收拾一下里面东西吧 帮我把门打开 不好意思的梁先生 是您的太太通知我们 你们一家要搬到有钱人住的地方 里面的东西您都看不上 让我们物业都处理了 他这是都给我买新的了 对 我太太说的没错 我马上就要搬到富人区 跟你们这种人啊 有云泥水 以后你们这个破小区 求着我来 我都不来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和对后再拨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怎么会是空号 你干什么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怎么会是空号 是贤哥 淑若熙根本就没有事宜 我有视频证据 林静和杨毅都是他的帮手 我刚买他手机啊 淑若熙 我把房子都交到你手里了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我进去给我出来 谁啊 敢打老子的门 不认了是不是 什么你 这里的夜路明明是楚若熙 你到底是谁 那是以前 现在这房子我买了 这是我的家 赶紧滚 我再也带着来撒野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楚若熙 你以为你赢了吗 没有我 从我得死 两种放心吧 房子一定能拿回来 切儿 可爽了我 给我 他的功能包 一定在车上 这是适贤哥的营 你毁了我 还在这里够有事 行 要你的劲 我跟你妈都是罪有用 冰冰找不门的 这别怪我 怪我 你 妹妹 我真的没有 跟你抢梁总 求你 不要跟楚若熙 告密 不要把梁总 逼上绝路 你在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什么意思 跟我解释一下 刚刚 妹妹一进来 就质问我 我为什么要帮梁总 她说 梁总落得 如此的下场 都是因为 她跟楚若熙 告的密 她还说 只有把梁总 逼上绝路了 梁总才能回来找她 你胡说八道 我什么也没说过 世强哥 你别心想说的话 我什么也没跟楚若熙说过 那为什么楚若熙 会把黄针斩毙 为什么楚若熙 又会突然消失 还有谁会去把我贿赂 林氏子采购的事情 这些事情 除了我爸妈 只有你知道 世强哥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还敢撒谎 我 如果您 能漏到劲 对 赶贝 好吧 我看你什么 小鱼 好吧 嗯 我 梁总 不是因为这种小鱼 去除 现在最重要的是 如何对付楚若熙 拿回您的东西 等我处理了楚若熙 再找你这个精神 你们别爱好心 世强哥 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的话 我是楚若熙的缘 郎总都被你害成这样了 你还在调不离间 我怀疑楚若熙走就把你收买了 那你就是赶走毛子身边所有的人 让他东西无缘 行 我说 那你怎么解释 三三两次算你楚若熙 是谁 我信他 我信他 我不后悔的 梁总 你到底是谁的人 当然是你的人啊 梁总 好啊 那你就 这你给我看 这你给我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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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你来求我的那天 啊 啊 啊 你可别怪我 要怪就怪得罪了 不可得罪了 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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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谁派你来啊 是 是一个 姓梁梁先生 他说 只要伤了你 他所有的秘密 就不会有人知道 啊 是行 这要是 你知道他太多的秘密 他有一百种方式让你死 我们能救你一次 可救不了你两次三次 我把我知道都跟你说 救你救我 想说就去能制裁他的地方说 我把我知道都告诉警方了 可现在 梁世贤潜逃了 我会不会有危险 你放心 梁世贤他自己现在活着都难 应该没空对付 你什么意思 他没空对付 那 今天那个帮费 200块钱找的演员 演的还不错 对付你 只要 你们 你们敢骗我 我今天在口供里帮你们做成 你们不能丢下我不管 保护一个毁我生活伤我女孩的人 我还没那么愚蠢 你耍我 以前是你愚蠢 才被梁世贤骗的 做下了丧尽天良的事情 现在 我只是帮你做一回好 对了 劝你不要在外面乱话 免得梁世贤在某个角落盯着你 等着找你报仇呢 你 你 这张娃都是蜘若蜥骗我 小心 梁世贤 我用什么大密码呢 喂 若蜘 我公司临时有点事 晚些时候回去 你和彤彤搜好门窗先睡 嗯 那你路上小心 不是他的生日 也不是彤彤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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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食之处都是为了钱 是不会让你对着的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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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 你不让我 你也不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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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杀人 从我拿到胜头 就送我们祖宗三人到地上 一定会感谢我做的第一场 有了这些证据 至此 我一定会让你血战血肠 奥帕 原来你躲在这儿啊 你可真是让我好惹啊 你 我 我可你真不得呀 既然你不想被撞死 也不想被毒死 那我给你坏子 你只从我们那么想 为什么你只是这样 为什么 你还敢问我为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高高戴上啊 你仗着自己家里有钱 却对我药物养威 我姑姑追了你一年 好不容易才把你追到手 你爸又过来折一脚了 我爸说的我的好 他是怕我赌他的财产吧 你是你爸唯一的女儿 我是你爸 我的钱不给我 回首给谁 啊 虽然这些钱 得不到 咱们俩谁都比想好过 就死了吗 啊 啊 我的钱不给我 回首给谁 啊 虽然这些钱 得不到 咱们俩谁都比想好过 就是吧 啊 我这就送你们的地下团具 啊 虽然 你来晚了啊 虽然歇死定了 零死还能拉个垫背的 实了 你说的是这个吗 我会在你车里 这种不过 我早就已经找到警告 若曦他不会走 而你 不胜不胸 梁志贤 你志贤偷偷转走的那两百万 已经远路返回了 你爸跟你妈是共犯 爷已经捉拿归案了 志贤 你输了 刘志贤 小贤故意扎营罪 洗钱罪 行贿罪 证据缺凿 我们已经提起工作 跟我们走一趟吧 老婆 我 我都算了 你原谅我 好吧 童童 童童 童童没有爸爸啊 爸爸 最疯狂的事 就是让童童有你这样的爸爸 就放心了下地狱 童童就算没有爸爸 不会缺人爱 童童 你快求求妈妈 救救爸爸 童童 童童你救救爸爸啊 童童 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不用说对不起 童童知道那个爸爸不好 我不要了 妈妈 你给童童换你一个新爸爸吧 童童 顾叔叔带你去新家好不好 新家 对 童童和妈妈的新家 走 那新家里除了童童和妈妈 会有顾叔叔吗 那你希望新家有顾叔叔吗 当然希望啊 童童喜欢顾叔叔 我哥可不是无死梦想的人 你看这个童童关系多好 考虑一下 生活免不了背叛欺骗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 都希望勇敢的人们 永远不放弃希望